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看了这个电影 不过看了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无奈 就是中年人的这种无奈 是怎么个事呢 就是说夫妻俩这不是生了个孩子 然后离了婚 各过各的 各自都找了伴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孩子得了白血病了 那怎么办 母亲受这种母性的驱使 我觉得是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因为他找不到换血的配型 产生一疯狂想法 怎么着呢 又去找前夫 这前夫都有老婆了 那老婆还想生孩子呢 他自己有老公了 他也有老公了 然后跟前夫说 你跟我再生一个 就用这孩子做期待血的配型 所以咱们给大家找一个小片段 正好就说到这场戏 我们看一下 小路 我想再生个孩子 好 这老先生不错 也应该吧 不是跟他 是跟你 咱们俩再生一个 你说咱们俩在生一个 不是 你怎么想的呀 你等等 我知道你是着急 可现在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咱这不是正在等配型的吗 不能再等了 我已经想过了 这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与其我们这样被动的等 不如我们自己主动一点 靠我们自己 你想 如果和和有一个亲生的姊妹 我们就可以用她的奇大血去救和和 现在怀上 九个月之后 和和就有救了 你看这刘薇薇在电影里是苦妈 现在形象真不同 那个完全一脸装梅化 就是特别还原生活的那个状态 现在都是假的 我刚才还问你这问题 你也是个女人 你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 这个妈 她的这种想法 算不算匪夷所思 或者说超越长情 我觉得不算 但是后来 其实所有的记者 媒体采访 问的我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认同梅竹这样做 开始我都回答的挺痛脆 挺挺干脆的 我说我肯定认同 但其实我回答多了 后来我想了想 我觉得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客观 就是我其实已经认同梅竹了 而且对 而且我始终其实是分不清我和梅竹 我们俩 她是她 我是我不能把她分开 人系不分 我不能把她分开 对 所以记者采访 心里都想着得帮梅竹说话 也不是就是 那你反过来 如果你是自己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自己 你又怎么做这个决定呢 你能说不吗 我也会这样做 对啊 你能说不吗 没有人 这个电影的 没有能说不 你说不 对对对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要是你是那个董帆 就是他前夫的 现在的那个老婆 那么碰见他前妻说 为了给孩子找这个配型 要跟他用他的精子 再生一个孩子 你能宽容吗 那没办法 我要是爱这个男人 就得宽容 这个我觉得有好多可以 有好多答案可选了 跟那个梅竹不一样 梅竹和那个 那个肖露是没得选 因为只有他 他必须这么干 没有他 没有没有第二个人了 因为他们造成了这个事 可是这个董帆就 你换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片子 你每一个人可以 每个角度 其实董帆 我觉得董帆这个角色 他可以离开 他可以离开 这个时候他可以离开 他对不起了 因为我也同意你们去救 我也同意你再去 恢复过去那个状态 你们再去救 但你们已经有一个 再有一个我也同意 但是我离开了 就他是有选择 但他是因为爱那个男人 所以他很爱 其实反过来就爱 有的时候就离开也是爱 因为把很多这个 爱别离 恨长久 帅导 我得问问 这故事有真实依据吗 人间真有这样的事 有有有 这个就是我在 在想要拍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看到电视里 还有报纸上很多 类似这个节目 其中有一档是 他这个基本的是一个女的 就是跟那个前夫 已经离婚十年了 都没消息了 互相都断了联系了 就孩子得病之后呢 他现在后来是上了电视 在电视上就通过媒体来 会帮他找这个丈夫 好像那丈夫在成都 还是怎么着帮他找 找这个前夫 找前夫 就是说你出来吧 我要给你再生个孩子 来救咱们的孩子 就挺挺挺那个的 那个我前两天去了一趟贵州 当时也说是我们这个电影的原型 叫闫英的那个 然后去了 就是有类似的地方 但基本上跟我们电影的故事 都不太一样 你讲你 那个女的呢 是她是四川人 然后嫁到贵州去 和她老公结婚生了两个孩子 等这孩子长到七岁吧 就大儿子 他就发现有白血病了 然后他们俩就总吵架 总吵架 就可能家里压力太大 因为给这种小孩治病 要花很多钱嘛 然后丈夫就有的时候会打他 他就受不了 他就想救这个孩子 才跟他丈夫分的手 其实我是那天见了闫英 我才回来就更加充分的理解 梅竹为什么要救这孩子 是是是 之前我一直认为说 我演的这个还是有点自我 他其实是还是为了自己 其实可能你是因为没孩子 我觉得你设想一下 就算有孩子 这是不可逃避的一个事情 就这个这个电影 他那个帽子扣呢 你不可逃避 你不能说不救 这个简直是你 有可能 对我觉得就是 他这个电影 要不是说讲这个中年嘛 中年男人 也包括中年女人 这个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讲 就说人到四十岁的时候 会经历一个部分 优异型的阶段 就是说你到四十岁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突然之间 甚至是怀疑自己这前半辈子过的 这叫什么 因为当时你的处境是什么呢 孩子 老婆 没准还有情人 没准还有这头 还有老的 上有老 下有小 还有顾哪头 哪头都需要 好像你 你去牺牲 而且是需要你的时候 你人到中年那种劲儿啊 你真好是那个 最旺盛最所有谁都需要你 谁都拉你 哎呦 最后你就分身乏术 就崩溃了 哎呦 真是 是这样 你像这个电影就是说 你选择吧 你选择 你是要这个孩子 还是成全你现在的新的家庭 所以看了这个之后 我觉得这孩子 要生的孩子不得操碎了 心 对 这到底是 其实这个片子本身也就是说 不是说 旧孩子这个是个线索 是个新闻线索或什么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 因为我一直想拍一个 就是说 现代社会下 包括我们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 也体会到这种种种的这种东西 压力 有无奈 这种迷茫 都有 所以就想弄 但找不着点 就这个点 我觉得特别大一个帽子上 让所有进入这个事情的一门 全部经历一下这个东西 选择左右 彷徨 无奈 最后做出牺牲 牺牲的时候还得忍着 还得因为爱 还得留下 就所有这些东西 就把中年人集中起来 是讲后面这个 是 而且你想这个无奈 有时候跟中年人聊天聊多了 你听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痛苦 你会产生厌世倾向 因为 是不可改变的 你好像认为 人活着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 没有一件事 是完满的 没有一件事能让你痛快 你要这个 你就得失了那个 然后你怎么办 很多人的选择是当主持人 就是平衡 平衡 孩子 老婆 父母 工作 好平衡 自以为平衡的很好 可是实际上呢 自己有一天 自己坐着 突然觉得 特别为难自己 不是 我活着有什么劲 我已经活得像个机器 为了你们 为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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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说 听到一首歌 中年人都会站起来 跳舞 什么歌 就是叫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想法 和量化 对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刘薇薇说 讲点戏外的事 说要爆料是吧 没没没 爆什么料 那个主持人说 不能讲太多戏里的事 戏大家还没看过呢 多讲点你生活里的事 不是 那私人的事 不被大家都知道了吗 那我们就想知道 那个没什么 我是 我觉得刚才导演说 说人到中年以后 怎么这个这个 要面临这个 那个 我自己 反正我自己 现在的原则是 就尽量别裹进去 离他远一点 离中年男人远一点 有点距离感 对 我一直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 有点距离感是最好 最好能每天早上 互相问问候一下 你好 你好 然后就忙去 对 我也像 如果你这种东西 处理的好吧 其实就是分寸感 如果处理的好 就是我们经常也想 就是说 要想长久的平和 让心态也平和 相处也平和 确实有点距离感 我不知道你的生活状态 但是我感觉到 你那种距离感 处理的挺好的 就两个人到现在 可能 咱们婚姻状况 也不仔细聊 但处理的很好 这个状态 反而把那个弦 把那两个人 那种斗争 它给拉松了 是 你说的特别对 我老想起一个事 就是中国人的 这种东西 为什么我们老觉得 特别苦 负担重重 就是有什么办法 我就老想起 这个庄子 过去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 就有个成语 叫相濡以沫 他就说呀 你看很多夫妻 都中国夫妻 都是这样 他就说这个鱼啊 这泉水干涸了 鱼呢 都都都都都都晒阳光了 两条鱼 说也挺感人 叫相濡以沫 相须以失 相濡以沫 就成语就这么来 就是鱼啊 互相往对方嘴里吐吐嘛 地点湿气 维持着生命 但是这个庄子就说 不若相望于江湖 就说不远的地方 就有大江大海 你们抱在这一块 是非常感人 我们这点 但是那叫苟延残船 一肚子绝望 就是说你 你觉得你活的 有什么意思 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 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啊 又讲亲情啊 讲什么 太多了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 纠缠在一起 就是说本来应该是这样吗 我现在就听见太多的人爱讲 说对不起 比如说父亲就想说 我看见女儿永远的惭愧 我永远觉得欠 我说我为什么老觉得欠我女儿的 对不起他 对不起他 但是这个啊 我现在觉得你可以说他感人 可是太讨厌了 谁也没活好 没一个人老着好 都互相都牵在一起了 中国这是 但是你说要是完全抛开 也不行 然后你就压力 像我们这样说的是 我也是 我现在经常说的都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 我总觉得 你家的关系也比较复杂 真的 抱点料 没有 现在其实我 我挺挺觉得对不起的 就是就是儿子 真的就对不起他 很可爱 他非常那个 但是太忙了 就是你这个 就是 就不应该了 在一起的时间 太太短了 就是太少了 你说这个 我就想起 美女吗 我那天还听一个美女 跟我讲 讲对中年男人的印象 就是 他呢 爱中年男人 这个 这个 那当然很有魅力 或者是生活阅历很成熟 有这个魅力 但是最终呢 他没办法跟这个中年男人在一起 所以他就讲啊 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他实际上还是去找了个小帅哥 你知道吗 在这个地方 像比特克讲 叫中年人的负担 年轻人的简单 对 年轻人也许 不像中年人那么成熟 那么懂得体贴女性 可是呢 中年人一大堆加累啊 太多了 太多加累啊 甚至是说 我永远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我永远 他不像 比如说一个同龄的 简单的年轻人 你就是我的全部啊 一切时间都在你身上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不完全 就现在年纪小的男孩 也不是像你说的 他不是加累 他很自我 就是不一样 就是年纪大的男人 和年纪小男人不一样 年纪大的男人 可能确实把女人看作 很不重要的一部分 但年纪小的 他实在没那么大经历 我说的是比例啊 我说的是比例啊 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年轻的人 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生命力是这种青涩的 而且是特别无味的 就是说你也说不了他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家长看他也是孩子 刚刚谈了别人 也觉得青春气 年轻人说我拜拜了 我一走 两人就可以没有联系了 可以结束了 他可以新的生活 中间离不开 你这离开 还不还牵着 特别有孩子 还得牵着 然后父母 年轻的时候父母还壮了 现在父母也老 你就发现生活就变成 真相 事实上就变成 生活变成另外一个形态 我觉得对女人来说 就是中年人有中年人的好 中年人还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他离不开 对吧 他全都离不开 对 年轻人他 你知道吗 这个人呢 实际上年轻人呢 有点偏向人性恶 你还别说 中年人你知道 有个很大的负担 说他负担 说他无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点好了 对 有点好了 他道德负担 他被那个一个壳罩了 没错 说实在的 年轻人 你看特别小 小孩子 他就像小动物一样 小动物为什么敢爱敢恨 他没什么道德负担 比如说我喜欢 我爱你了 以前的女朋友 登了就登了 那当然第二天就找你来了 他根本没有这个负担 中年人不一样 中年人觉得 哎呦 多少年 中年的这个感情 相濡以沫 同甘共苦过来的 我怎么能放弃 尤其是在加以孩子 对 你就没这么念了 所以像那个西方 像那个西方社会 他那个比如说 孩子到一定程度 离开父母 然后父母的话 继续独立 然后呢 这边承认了小家庭 小家庭不好 你们要分 你们就分 然后呢 家里面对他 所以他是一个人 到中年之后 他生产力可以 如果说生产力的话 他是彻底解放的一个 一个国家 彻底解放的 对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就泪就泪在 就是你在亲人之间 而且亲人吧 从一开始血缘关系 慢慢到社会里 越来越复杂 比如说亲哥俩 亲姐妹 都会形成一个 其实已经是社会人了 但是又是有血缘关系 互相又牵扯 一旦谁有问题 就活进去 所以其实这个社会 变成生产力解脱不了 中年人其实更应该 应该最有创造力的时候 同时又能够享受生活的成功 和自由的时候 他享受不了 反而呱唧给闷到了 绝对的 所以都有点累 我觉得 你觉得呢 我还没体会到 你们说的这些 还好 你现在因为 你讲中年男人 你就体会到了 他现在 他现在就是年龄 还有他现在就是说 又是演员的职业吧 相对又简单 我演戏回来休息 演戏回来休息 可是跟我哥们的性格有关系 我一直是比较独立的那种人 就我也特别崇尚那种东西 对 我觉得男人和女人 一定要分开 特别是经济 一定要分清楚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就是你的 就我觉得这样 结婚经济也分清楚 没有 因为没结婚嘛 所以就分得非常清楚 没结婚当然要分清楚 所以他们聊的是 对 我跟你们聊的不是一个话题 你知道吗 那我跟你聊聊孩子 因为我现在发现 有的女人 就是这电影里边 这个孩子 就记住了他的一切 你觉得女的是不是特别 我觉得女人这种动物 是不是一种追求现身的动物 就是你看他为爱情现身 或者说他换了 他为孩子现身 他总要好像这一切 就是我的一切 好像一辈子在追求一个 能让他现出去的对象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因为我本身 我是金牛座 我觉得我身上就有点母爱泛滥 你知道吗 就是就虽然我没有孩子 但我自己都能感受得到 我那个有点母爱泛滥 但是对生孩子这件事情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自私的一件事情 可能我这样说的时候 真的可能很多人会骂我 所以要理解 所以从你的反向理解他一下 没关系社会就平衡 我认为是最自私的 不像我们做个实验 就是你去问50个人也好 或者你咱先问10个人吧 你说你为什么生孩子 他给你的答案就是我父母想要 或者我老婆想要 或者我老公想要 或者没有孩子 我不完整 或者有孩子会带给我很多快乐 都是这 就是答案都是从他自己 或者他身边的人 他都是为了自己 我同意 我真的同意 就是你要是诚实的话 你问问 你没问过孩子同不同意 对吧 你没征求他的意见 全是你 你而你呢 你是为了各种各样的 或者找有个孩子玩玩 或者人生完满 没有一个人回答说 哎呀 我想让小孩来体会一下 人生的快乐和痛苦 没有一个人 你可以去试 咱们可以做这个实验 这说到底呀 这个爱呀 它不是算账 这不是你 你就是你不能算账 你就必须是心甘情愿 就这样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年人呢 你要解脱呀 你这个思想观念 是不是得有个变化 就是说呀 不要老想对不起 关键是你变化了 所以说要合适在哪 对方不变 对方和周边人要跟你 要不然你一变化 你就成了一个 别人离经叛道 别人就棍棒打死你 就是说你不能 你必须憋着 你必须还得隐忍着 你知道就像这个电影一样 隐忍牺牲 无奈 无奈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星期日凤凤贵市中安台 而且你你这电影 我看你这电影 我的感受啊 他他有些这个无奈啊 简直就是人生不可避免的 对 就是要不说人活着就是苦啊 就是要受苦啊 很多时候就是真是苦多乐少 很多无偿的事情 那不是说是当今这个社会 或者这个时代 你好比说得了得了白血病 你现在好多年轻人得白血病 得白血 我们家一个亲戚 一个女孩子得了白血病 所以我就特别有这种感受 哎呀 我就觉得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你你到他的病床边 然后你你看到他这么年轻 然后你想到他可能会死 哎呀我就后来跑到医院的草坪上 我就哭啊 就平生第一次碰到离你这么近的一个人 对对对 你要去 你你完全没有办法 来开解 就这事怎么办 然后你就你作为一个亲人呢 你就眼瞅着他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 从生到死走一遭 你不知道这小孩子多可怜 你说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这个这个不敢聊 不敢聊 但是就是确实是 呃就像你说的 刚才说那个 你你是看一下 你哭了一场 你就离开了 所以呢就是那些人是离不开 所以这就是命运的一个家人呢 左右那些家人跟着关系是离不开 所以这就是我说 这个在人到一定的时候 这个逃脱不了命 我我跟你们提个问题 你们认同中年男人抛下负担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吗 像年轻人一样 不认同 你就得受点是吗 但是我觉得就像答应说 你可以自己调解 有些事情是可以处理的 对 我觉得该放的还是要放下 该捡的还是捡起来 就是理论上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特别像那个 那个蓝莲花 理论上是一个特别人人向往的东西 自由 像桃花源一样 理论上人人去向往 但实际上呢 真到了生活里面 就这种人 如果他在的话 又肯定会受到一些 其他方面的 就是人伦大过天 对 我身边的一些中年人的朋友 我感觉就特心酸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 他样样都为好了 就是主持人当的不错 主持的很好了 可是呢 他自己觉得不好 他自己觉得 而且甚至他会产生那种厌世情绪 就是 孩子我也照顾好了 老婆我也照顾好了 我这辈子 我眼睛看得清楚 对吧 我看得很清楚 我即便真爱上一个什么人 我也知道 那也最终只能白白 对 所以说我完全知道 我知道60岁 80岁 我就是这样的一辈子 他就一种所然无畏的这种感觉 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 其实就要 就要注重就是整体的 不光是个别人 因为这些现象太普遍 太普遍 太普遍 什么原因 也可能社会 也可能中国 我想跟中年男人说一句 就是中年男人是这样 他有的时候 比如他对他现在的这个老婆也好 或这个女人也好 他会觉得说 他想尽一份责任 他觉得说他没有我 他会过得多不好 他会多怎么样 其实未必 有的时候你放开人家 人家也过得 但是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是这样 有些东西你 就是你 也被一个东西包裹了 你说不出来 不敢说 是欲言又止 欲言又止 你说都说不出来 你敢说吗 比如说真的是 有的时候打破 牺牲打破 离开 行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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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